假設我今天這邊有輸入 可是這邊沒輸入的按確定 請輸入資料 OK 那輸入之後的話就可以避免掉錯誤了 那 上面的部分當然你不打沒關係只是說 程式就會有可能有錯誤 發生 當然盡量避免什麼呢 你的表單 在運作過程當中 不會有任何bug的話 那 這個程式就是穩如泰山 盡量就是讓 資料處理的時候不要錯誤的話 那就不會有人找你麻煩了 所以像程式設計師 設計者 如果可以想到這樣子就是 盡量讓程式 永遠不會有bug的話 那這個 這個系統的話就非常的穩固 就像我以前在設計程式也會這樣子想 我要怎麼樣 讓那個使用者 不會有錯誤的發生機率 所以盡量喔 比如說填寫的話 這個東西盡量不要讓他key 有沒有人直接數量給你打一個 不是阿拉伯數字 給你打一個國字上去 也有資料啊 比如他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10 會不會有人這樣子 那你按確定 他 裡面有資料啊 可是放進去可不可以算 算不出來啊 對不對 所以避免錯誤的 好方法就是 盡量不要讓他key 所以可以用下拉的 下拉選單 下拉選單的話 盡量就是 盡量避免錯誤就對了 也就是說 可以讓他 避免錯誤的機率 越低的話 你這個系統 越穩定 越不容易發生錯誤 不容易發生錯誤就不用維護了 不用維護的話就一直可以用下去 OK 所以像我有一些系統也是這樣 我放在那個 網路上面 一直看他 就一直都沒有問題 然後客戶也不會 從來 出去之後的話 都沒有來找過問 都沒有來找過我 可是一看 系統還在 就是穩 穩如泰式 所以盡量就設計了說 盡量簡單 盡量 少 少